提起董明珠 大家都会想到格力 董明珠就是格力的代名词 但他曾经只是格力的一名推销员 靠营销能力一路晋升到集团总裁 并把格力打造成世界500强企业 他也曾虎口夺食挽救格力 不被外资吞并 人称铁娘子 强悍 刚正无私是外人给他的标签 但有又多少人知道 曾经的他30岁丧夫 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才南下打工 这个铁面女霸总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讲述原创商业创始人故事 传播商业智慧 本期《紫牙童序》创始人观察 为你讲述铁面总裁董明珠 1954年 董明珠出生在江苏南京 那时候的口号是多生致富 每家都是七八个兄弟姐妹 老董家自然也有七个兄妹 董明珠在家排行第七 家中兄弟姐妹多了 生活自然过得结局 但董明珠是家里老妖 所以她总能得到多一点的宠爱 胆子大 敢顶嘴 不服气都是老妖董明珠的性格特点 你以为她会被宠得乖张跋扈吗 那倒真没有 董明珠小时候家教很严 她性格要强 不服输 但又知是非 讲道理 人诵外号 懂有理 大学毕业之后 董明珠找到了一家化工研究所做行政管理的工作 后来遇到了她的爱人 两人婚后生了一个可爱儿子 夫妻和睦 儿子可爱 董明珠的生活也算过得安稳幸福 可好景不长 1984年 董明珠30岁的时候 她的丈夫不幸病逝了 那个时候 董明珠既要处理自己悲痛的情绪 又要上班 还得照顾两岁的儿子 无助大概是她那时最深刻的感受了 但悲伤过后 还是地努力生活 董明珠知道靠自己能把儿子养大 但是很难给儿子最好的教育和物质条件 那个时候 正好是国家经济腾飞的时期 很多人从国企辞职 南下创业 董明珠看到身边人南下打工 挣到一倍多工资 她也心动了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起而成之 于是 董明珠在陪伴儿子念到小学之后 就把孩子交给家里人照顾 自己踏上了南下打工之路 刚到深圳那年 她已经36岁了 这个年龄在南下打工的队伍中 算是比较大的了 工作也没那么好找 后来 几经辗转董明珠 来到了珠海的海力空调厂 也就是格力空调的前身 从此 她便扎根在格力了 上世纪90年代 国内还没有兴起电子商务 零售行业都是依靠经销商扑货的模式销售 因此 在那个信息不通达的年代 谁跟经销商的关系好 谁的货就能多卖些 再加上那时的物流也不发达 很多经销商会为了节省运输成本 会提前拿货 而各个厂家为了维护跟经销商的关系 都会默许经销商赦账压货 赦账的结果自然就是要账难 那时的海力也面临了很多货款要补回来的情况 董明珠入职后就被派去安徽要账 而且她要的账还是最难要的赖账 那个安徽最难搞的无赖经销商 赦欠海力42万的货款 42万在90年代有多之前 那时候工人一个月工资才400元左右 如果按通货膨胀换算 也相当于现在的420万元 这么大的数额交给董明珠一个人需要 估计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了 也可能是没人愿意去的工作 丢给了新来的董明珠 为了能要回货款 董明珠也是想尽各种办法 一开始她去跟经销商讲道理 想以礼服人 结果这个经销商就是个老油条 各种太极就把这个董游礼小姐给打发了 几天下来 董明珠不仅一分钱没要到 还被人耍得团团转 无奈之下 董明珠想到另一种策略 以赖之来 她每天都跟在经销商身边 行影不离 走哪都有人问经销商身边的人是谁 最后都解释不清了 就是在董明珠这样不气乃的追债下 经销商终于让步 董明珠也从安徽拉了一批库存空调回珠海了 当一车车的空调运到厂里时 海力的员工们都惊呆了 没有人相信多年的行业潜规则 居然被董明珠给打破了 一战成名的董明珠 也因此得到了厂长朱江洪的赏识 提拔她做销售经理 负责一个城区的产品销售 这次艰难的要账经历 也让董明珠明白 企业要存活下去 就必须取消奢销模式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厂长 在得到厂长朱江洪的默许后 她便在自己管辖的城市 实行了钱货两清的进货方式 起初那些经销商并不同意 但是董明珠也没有退步 这里就要说下厂长朱江洪了 董明珠能有这个底气 跟经销商抗衡 都是厂长多年言把产品质量观 给了她底气 那时候海力的空调质量 在市场上是有口皆碑的 很多消费者只认海力的牌子 董明珠就想 你经销商再牛气 也比不过客户 东西好坏是客户说了算的 若客户想买 而你家没货 别的商家有货 那你还是得来找我进货 就这样 董明珠帮助海力 改变了销售结算方式 让公司的资金炼活了起来 1992年 董明珠业绩做到第一 成了销售女王 她的个人销售额 就突破了1600万 搬任完成全公司 1%的销售量 出众的营销能力 为董明珠赢得了一次 又一次的晋升 而海力空调厂 也变成了格力集团 2001年 董明珠被任命为 格力空调总经理 两年后 格力集团按政府要求 开始了改制工作 主要牵头负责人 是当时的珠海市市政府 为了成功的引进世界500强企业 珠海市市政府 打算效仿深圳水务集团的做法 预出让股权给外资企业 来完成国企改制 当时的中国 是积极拥抱外资的政策 各地政府都以引进一家 世界500强企业为荣 珠海市更是为引进美国 开力集团 同意了他们以9亿美元 收购格力电器的要求 但是 董明珠知道后 却坚决反对 他直接冲进珠海市领导办公室 要求终止收购行为 而开力集团为了达到目的 也给董明珠开出了8000万的年薪 但这些都没能让他松手 因为董明珠知道 开力集团收购格力 并不是来帮助格力发展的 而是看上了格力的销售渠道 打算吞并格力后 让自己的空调品牌替代格力 占领中国市场 而且 那个时候的格力年销售额 有165亿 美国开力 却想以9亿美元 就收购格力股权 这不仅赤裸裸的贱卖 还是把格力送上断头台 对于带着格力 一起成长起来的董明珠来说 格力就像她的孩子一样 自己的孩子受到威胁 做母亲的拼了命 也会保护好她 董明珠跟领导承诺 她会把格力打造成世界500强 来替代引入开力集团的方案 最终 在她的坚持下 终止了这次收购计划 事实上 董明珠也完成了她的承诺 2019年 格力集团进入世界500强 排名第414位 之后的格力 仍然遇到了各种困难 但每次董明珠 都能带着格力闯过去 如今格力研发自己的芯片 做直播带货进军电商平台 都进展顺利 虽然未来还会遇到其他的困难 但是将来的事情会怎么发展 谁又能知道呢 至少董明珠已经打造出了 我们自己的世界500强企业 您看了董明珠的事迹 有何改想呢 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创始人的 创富故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为我点赞评论并转发 您的支持将使我做出 更好作品更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评论并转发